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就是这样 那一个班里面全是坏孩子 就第一声好孩子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吗 有的孩子家长就像他一样 要求不严 觉得 我们就是这种家长 怎么了 就这种态度就不行啊 坏了就好了 我跟你说 哎呀你这个 真能忍 哎呀这个 你得出来给孩子拿一主意 就我听着真难受你知道吧 小学的孩子回家不敢回 躲在隔壁的楼洞里面 背着个书包窟 爹找到说孩子 你为什么不回家 因为我没考好 我怕妈妈 你学习学不好 就对不起自己 你这种教育方式 就是有问题的教育方式 我的天哪 导致我们这次的导火索 是因为春天夏天 老大不是要开学了吗 我就带他去买了两双耐克 买了有个耐克开学第一天 我回家以后老大就跟我说 他说爸爸你明年必须还要带我去买一双鞋 他说我们同学有一双鞋比他的更好看更漂亮 我当时一听我觉得这个小孩这个时候 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就断然就拒绝他了 我等你鞋的穿旧了穿坏了 爸爸一定会带你去买的 没毛病啊 关键问题是我第二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发现他妈居然背着我帮小孩把这张鞋的买回家 当时呢我就非常生气 火就发了大一点 嗯 什么鞋子穿旧了再买 现在哪个孩子鞋子他能穿旧啊 哪家孩子不要什么有什么 又不是给不起 你就是对小孩空门舍不得花这个钱 舍不得满足小孩这一点点物质上的要求 就因为这个您提出离婚啊 这还小呢 对教育舍不得投资 不是是您提出的离婚吗 是我是我提的 喂 赶紧离吧 赶紧离 把两个孩子抚养全弄回来 怎么可能呢 那每次离婚两个小孩抚养全都在我跟前 您挣钱吗 您有经济收入来源吗 有吗 没有啊 没有拿什么养孩子呀 你要跟他离我跟你说 我现在随着小孩两个小孩现在尖尖大了 其实真的不想 不是你这小孩要跟这么个妈这两个孩子全毁了 所以这小孩跟他太毁了 他跟着我 哎呦我的天哪 你你这次是不想离了是吧 对 这次你还要坚决要离是吧 对 我现在两个小孩毕竟大了 我想给两个小孩一个 好的生长环境 因为毕竟男性家庭嘛 他对小孩以后会 各个方面会有 就你们俩这么闹 就他这教育孩子的理念 这个教育问题我们不是专家 但是我就是从孩子的父亲的角度 我认为 您这做妈的要求太苛刻 对孩子太为难了 有点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窜到着 抄抄的让他跟你离婚呢 不是他要跟我 是我要跟他离 我的意思是说 让他跟你离 都不是同意的问题 还要跟你争孩子的抚养权 你太糊涂了 你这么对孩子 你看啊 让孩子出问题的教育方式 你全都有了 每次考试考第一 是啊 攀比 别人有的你得有 这有着条件 为什么不攀比呢 对 现在的孩子要什么就得给什么 因为我有条件 全都是错误 你会害了孩子的 怎么可能呢 现在大人都攀比 别是孩子了 是是是 所以你攀比吗 肯定啊 肯定要攀比 跟别的家庭比啊 比什么呢 你拿什么比呢 你比什么呢 跟不如我的人比啊 对吧 你就这心态啊 欺软怕硬嘛 你有点闹太作了 我就听到孩子那儿 我有点激动啊 一个要离 一个不想离 但这个婚姻里面 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你们帮帮吧 好好说说他们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